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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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样聊天室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中国药大学复社医院乳房外科医师 刘良智 第一个问题就是 在乳癌病友他们在追踪的时候 所做的一些检查 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学医的检查 一个是影像学的检查 那血液檢查就包含很多像生化功能 白血球 血溶素跟血小板 那另外呢就是含有鈣質的電解質部分 我们也是非常要注重的一些细节 那影像血检查就包括所谓的脏器的部分 肺部 脑部 还有骨头 还有所谓的肝脏的部分 也是我们检查的重点 那当然这些重点的话 其实很多病友回来的时候 应该要提醒医生要注重 要冲洗人工血管 保持人工血管的畅通 因为这个人工血管 对于我们后续的追踪检查 是其实非常重要的 是 刚刚主任提到关于人工血管 这个部分我觉得很好奇 因为一般我们 我自己啦 想到人工血管就是只有在 就是治疗的时候会用到 就是我们知道会注射化疗的药物 不过听主任说起来 好像检查也可以用到人工血管 其实针对为什么要做人工血管 其实有几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长期要 这个长期的静脉注射 那因为注射的时候就会造成血管阴化 像我们这个手手手有时候很粗的部分都会硬化 所以会增加以后我们抽血跟这个注射的困难度 那第二个的话就会减少它的疼痛感 那疼痛感的话其实大家知道 长期的疼痛感会造成我们对这个治疗产生恐惧 所以我们其实对这个炸症的感觉 也会帮病人设想得到 那另外如果不小心在化学治疗期间 它会有漏症的情形的话 我们的皮肤就会变成坏死 所以这个我们非常非常重要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在追踪的时候 人工血管畅通之后 我们打了一些显影剂可以用一些 比较定数的方式去进行的话 那我们成像出来的影像学会比较好 那这时候对我们的判断会比较精准一点 是 谢谢主任的说明 因为听起来就是人工血管对于女孩们的治疗 然后品质提升真的太重要了 那我们要怎么样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人工血管 其实现在的人工血管分成以前的传统的试 跟所谓现在的新型的抗压试 那传统试的话都知道只能够做治疗 就是当做一些静脉的注射 药剂的注射 但是不能够当做之后的追踪跟这些检查用 那因为我们现在的显影剂非常浓稠 所以当我们打进去的时候呢 是需要有一种所谓抗压试的人工血管 它可以让显影剂能够更稳定地进入到血液里面去 整个成像起来会比较稳定 而且比较清楚 然后方便我们做检查跟判断 所以原则上所谓抗压试的人工血管来讲 会比传统试人工血管来得更好一些 刚刚主任讲到那个影像的部分 就是才知道说原来就显影剂 它注射到身体里面 它的流速其实是会影响它的这个品质的 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2.5毫升这个流速的话 在影像学来讲的话 就没有办法呈现出黑白比较分明的部分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流速提升到每秒5个毫升的部分 那其实大家可以显而易见 这个白色的部分就是比较有肿瘤有变化的部分 这可以让我们显而易见这样 是 所以我觉得以病友的角度来看 同样要注射显影剂 但是因为流速的关系却看不到影像 就会觉得就是我好像白白痛了的这种感觉 所以这个真的太重要了 这里想请教一下郭护理师 因为我们其实通常病友们在接触就是治疗或检查的时候 在第一线然后方便有注射 就是不管是咸影剂或是化疗药物 其实都是护理师 那不晓得护理师在接触病友用到不同种类 传统的PORT或者是抗压型的PORT 在这个使用上面有什么不一样吗 在食物上的话就是传统的PORT它是没有办法打高压注射的 那因为它的咸影剂是比较浓稠的 所以呢它在打的时候因为需要压力注射 所以有可能会打整个PORT的整个状态都弄破了 所以临床上我们就需要开始找桌边血管 那桌边血管你长期第一很难找 然后找不到有可能要一直重复找重复扎针 还有可能就是因为它压力注射 所以有可能它在血管里面会做破裂的动作 然后有可能会流速上面也有可能会有影响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困难 那新型的一个PORT呢 其实它是可以抗高压的 所以可以搭配它的专属身具呢 其实在扎针上面我们可以专属便室之外呢 对病人舒适度会比较高一点 然后也不用重复扎针 那它的伏向情绪会比较减少 听起来就是像这样子抗压型的就是PORT 其实对病友来说有很多的帮助耶 因为我们同样已经有人工血管 就可以利用它做很多事情包含检查 那大家对于检查就不会那么害怕 因为以前大家想到人工血管只能治疗 就觉得我人工血管流着 好像就是为了复发做准备 但是如果经常它同时具备了检查的功能 病人其实会觉得装了这个人工血管是非常安心的 但是讲到这个就是病人最关注的就是 如果这东西真的那么好的话 那它是不是自费而且非常贵 这个健保有几部 所以不同的人工血管可能适合不同的人 那当然你一定要跟你的主治医师做充分的沟通 那由主治医师来判断说你适合装什么样的人工血管 不过我觉得这种抗压型的人工血管确实是蛮适合一般人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不妨可以多跟主治医师讨论 我们也可以说明这个人工血管有这样的好处 你很需要这样的人工血管 听起来我觉得这个人工血管真的还蛮适合病友的 但是呢就是我相信现在很多病友 其实肾上已经有人工血管了 然后他们该怎么样去分辨自己装的是 因为如果我现在装的是这一种就是抗压型的人工血管 我其实就可以注射显影剂 我在做治疗的时候我也可以提醒护理师这件事情 那我们要怎么分辨啊 传统的port呢它就是一个圆形的样子 那星形的抗高压的部分它就是一个长的三角形 那有三个凸起点 那背面呢其实它如果在S光下面 其实可以看到CT的质压 那病人呢其实如果他在就诊的时候呢 可以告诉我们的团队 医护团队里面跟他讲说 你其实这一个部分是有一个三角形像的凸点的 那如果觉得有问题就可以请护理师他们看一下 S光片下面有没有CT质压 那其实主动告诉护理人员 他们其实会比较知道他可以做高压注射 任何的处置啊 或是一些药物就可以从这边给予 那也可以带了这一个就是他的胃胶包 然后直接去的时候就完成辨识的机制 是谢谢护理师 这样子的伤心病友们可以摸摸自己的这个手骨下面 然后看有没有三个点点就知道自己是不是用抗压型的这个PORT了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女孩们很长时间 会需要跟这个PORT我们的好朋友长期相处嘛 那不晓得这个部分医师这边啊 有没有想提醒女孩们的部分 就是说我知道好像不能就是360度旋转 还是说生活上有什么要注意的部分呢 一些太大动作是不能做的 所以有几个安装人工血管之后的一些注意事项 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安装人工血管之后呢 那一开始有一个伤口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七天之内 那可能就是不要碰到湿的部分 然后就是有一些脏的地方要特别注意 那做完之后呢 当然我们就是要尽量保持畅通 所以当你治疗完之后 回诊的时候每一个月或两个月就要提醒医师说 我冲洗人工血管的时间到了 那这个时候就要保持人工血管的畅通 那第三个当然就是刚才米娜有讲过 不能做太剧烈的这个活动 那包括所谓的举重 或者是一些360度的旋转 或者是一些扩胸 或者是一些高腐朽可能看你怎么打 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不要限制病人 他去做任何的活动 但是要注意一定要保护你的人工血管 System 是 用于 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